好 不过呢 由于这个战事的胶着 乌尔双方其实终于呢 是在刚刚也就是台湾时间的 28号下午大约5点钟左右呢 在白俄罗斯边境的小城举行了会谈 乌克兰方面呢 是派出了他们的国防部长 有6个人来担任代表 那么另外呢 在俄国方面则是 由总统特助亲自出马领军 双方的首要谈判重点来看到 在乌克兰方面 就是要求俄国要立刻的停火跟撤兵 其他的再来详谈 那么乌克兰也不会投降 而俄方可能会提出的要求呢 就是希望乌克兰非军事化 还有中立的立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坦言了 他对这个会谈的结果 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他还是愿意一事 而双方会谈前夕 俄罗斯总统普廷下令 俄国的和贺组部队 进入特别警戒任务状态 也导致了美国还有北约同声谴责 战争进入第五天 乌俄双方终于在当地时间28号中午面对面 乌克兰代表团打直升机抵达 根据二媒报道 乌克兰派出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执政党党魁阿拉卡米亚 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等六人代表谈判 首要谈判重点就是要求俄国立即停火和撤兵 但乌克兰不会投降 而俄方可能也要求非军事化和中立立场 俄国代表团则由俄国总统特助梅金斯基率团 总人数和乌方差不多 他们前一天便抵达白俄首都明斯克 还召开记者会 不过27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不愿在俄国帮凶白俄的首都和谈 最后双方敲定和谈地点在白俄的戈梅利州 靠近边境的地方位在普利亚特河岸 外界对和谈能否有成果不抱太大期望 会前泽伦斯基也表示不抱希望 但会姑且逝世 但双方确定要会谈前 普廷下令俄国的和赫组部队 进入特别警戒任务状态 美国和北约起声谴责 朱零文毕